中庆兄弟隊長 AKA萬能迷二世 AKA國民男友 AKA太會跑的Running Man 上集節目我們邀請到王威城 跟我們聊了經理話 還有獨家曝光的小威城 這一集專業的要來了 教你如何像個球員 在家裡運動 吃的也像個球員 今天威城領進門 造化看阿強 趕快一起來看 哈囉 野球乾一杯的朋友大家好 球技以後開始啦 這一集特別邀請到了 兄弟隊的威城教練 教導我們做運動 哈囉 威城 大家好 我是威城教練 威城教練 讓我們做一些居家運動啦 這我本身自己也會在家裡的時候也會做 野球乾一杯獨家披露 威城教練的教學動作 私人教練 我這邊要先強調一次 我這邊可能會不標準啦 所以大家如果要看標準動作的話 可以到NTC的APP 可以有標準動作可以看 或是大家要看標準 就看威城教練那一端的示範 所以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第一個動作 坐著 坐著 拿啤酒 抬起來是 這樣抬起來嗎 先抬起來 翔哥你有抬嗎 有啦 高一點高一點 這邊 出去的時候伸直 回來摸腳尖 腳跟 不是這樣 腳跟 一樣回來 喔不錯欸 標準喔 翔哥標準喔 現在開始了嗎 開始了開始了 喔標準欸 不錯喔翔哥 你不是要跟著說嗎 沒有沒有 你這樣然後可以邊看我比賽 可以 威城加油 威城加油 我現在不能唱應援曲啊 非常好 肚子痠了嗎 蠻痠的 講話很吃力 時間到了吧 這只是最基本的垃圾 最基本的 強度比較高的熱身 我現在蠻熱的 第二個 第二個是甚麼 來跟著我一起坐 為什麼我覺得你 開始進入一個綜藝的狀態 背部盡量打平 撐起來要撐起來 喔有餒 衛生加油 衛生加油 那這個動作你可以 一次一分鐘 還有可以更進階版的 就是這樣 把腳抬起來 抬一腳 太高太高 低一點低一點 好 這樣就夠了 然後30秒的時候可以 換腳 欸你是不是把腳 放在另外一腳上面 沒有 有在想 這時候可以換腳 強哥背部有點 對對對對對 這樣才有直 屁股要夾緊 喔 5 2 1 1 這個棒式是比較屬於 全身性的一個核心的訓練 不管球隊訓練或者是在家 我們自己都還是會 持續的在做 做這個 因為一分鐘有點久 通常做這個的時候 像我自己的訣竅是 是想別的事情 你都在想什麼 你看比賽一分鐘很快就過了 第三個動作 叫鳥狗式 我們通常都講 叫超人 先跪著 然後像超人一樣 右手左腳 出去 趕快有點晃 你要保持身體的平衡 有點歪 你要保持正 像超人一樣 先縮回來 縮回來 打開 這樣 對 沒錯 所以這 哪邊是鳥哪邊是狗 這個好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比較像超人 你可以重心要再往前一點 30下換邊 這是訓練說 身體的協調性跟核心的訓練 平常我自己也會做 我可以另一續做 我快加另外一邊 這邊比較好欸 像這個動作 你也可以在家 運動的時候 看我們比賽 我教的都是可以邊看電視 在家防疫的時候都能做 看修練比賽 真的是會流汗的 感謝衛生教練 做完運動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進行 吃東西的部分 GO 吃東西 剛才做完運動 我們現在 野球乾淨杯 現在進入健康飲食的部分 當職業學員之後 你的飲食會有改變嗎 因為像我們普通人 他們都吃這樣 普通人的食物 之前看到那個 大谷的新聞 是說他不能吃蛋 他不能吃蛋 他說吃蛋會減少他的爆發力 是他個人嗎 他個人 因為他的身體吃蛋會 爆發力會變少 所以他接下來不能吃煎蛋卷 那可能我個人 不要吃蛋 我們球隊也有營養師 協助我們說 多吃一些蛋白質的啊 我個人是比較還好 如果體型比較壯的人 就會被克制 但是會挑比較 不會太油膩的東西吃啊 因為有些人說 前一天吃炸的 隔天會跑不動 你看你明天會不會比較跑不動 你跟隊友吃的東西是類似的嗎 都差不多 那為什麼像那個 單子鹹那麼 他是吃的量比你多嗎 我應該吃的比他還要多 那為什麼他 那可能是體質的問題 體質的關係嗎 那你會吃什麼營養品嗎 高蛋白啊 用喝的 每天 那你為什麼還是那麼瘦 應該是我們家裡的關係 你爸沒有啊 我爸以前也是這樣吃的 所以我很怕我後期也變這樣 這要維持好 反正你都要設定目標嘛 後期的目標可以設定 當兄弟對四棒 這也是我目標之一 十棒球員是 有說一天要吃多少卡路里嗎 大概 四千 我自己是吃蠻多餐的 比較屬於少量多餐 你們比賽前會吃嗎 會吃一點點 就是不能太飽 不然你可能看到我跑了也就吐出來 起床就會先吃一餐 賽前會吃一餐 賽前那個不算一餐啦 就是點心啦 賽後吃一餐 你們打完球應該已經是宵夜了吧 對啊 因為我們球隊也會提供 那為何你們要介紹一下 你現在在吃什麼 吃雞腿便當 健康餐 你最喜歡吃哪一個 當然是雞腿啊 然後還有蛋 這邊還有蛋 你是很喜歡吃蛋 我很愛吃蛋 你現在有最期待跟誰對決嗎 主要是有名的啊 在國外的一線的投手 都想對決 想再跟賈匪對決一次啊 那你這次會先跟他講嗎 不會 我會假裝我好像沒有要跑 所以你下次一壘手 如果再問你的話 嗯 就這樣按匪 講痛 你有真的遇到過這種 職棒球員的低潮 你都怎麼調適 我19年開季一個月 都是一成的打機率 打得好 但是會被接 或者是看到球來 身體又不聽話這樣 所以它是一種 心理跟生理都覺得 怪怪的一種狀態 對 那你都怎麼調適 我會持續的在做訓練 揮棒啊 像揮棒就是 很好的一個方式 那你吃東西會不一樣嗎 不要我低嫂都會喝酒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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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棒球員 對酒精 攝取 會有限制嗎 我建議是都不要啦 比賽在強度比較高 喝酒隔天會發炎 選秀你們球隊有很多新球員進來嗎 你都見過了嗎 去年的都見過啦 其他隊的選秀 你有期待跟誰 在下班季見面 當然就是冠宇啦 高中同學 就從國小就對戰 然後高中當同學這樣 你有期待跟他對決 不會贏啊 那其他的選手咧 孝慶當然也會啊 吳志偉也會啊 孝慶是我學弟 孝二兩歲 他跟之前有不一樣嗎 身材不一樣啊 很精壯 對球材越來越快 你自己滿意現在這個身材嗎 不滿意啊 再稍微裝飲 不用到非常 我怕我跑不動 你有沒有model嗎 大概師騎學長 再瘦一點 志豪學長那樣吧 那就不是 不是師騎學長再瘦一點 師騎學長現在 40歲 40歲有這樣的體態 是很棒的 因為我這兩年都有遇到他 我覺得他感覺越來越壯 然後越來越黑 因為他有時候會故意把自己曬黑 蛤 什麼叫故意把自己曬黑 他練球的時候 故意把袖子都捲起來 這樣 然後再去曬 真的假的 你會聽自己的音源曲嗎 會聽到啊 你會跳嗎 會啊 H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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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球隊很多人愛跳舞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你開始算球隊的中流抵住了 那你會怎麼鼓勵新進來的球員 去找到棒球的樂趣啊 我覺得 你要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努力的去做啊 因為你在 職業賽場上面 常常會遇到失敗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也還在學習 這時候該怎麼做會比較好 因為棒球其實是一個 打十次會失敗七次的一種運動 是啊 就享受三次成功 2019年打了一個月的一成 但最後入選了12獎過手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很好的經驗 就是你不可以放棄 低潮都是高潮的開始 低潮結束你會有感覺 低潮突然消失了 不會有感覺說它消失了 但是你會發現你高潮了 高潮來了 高潮來了這樣 對對對 堅持對的事情 慢慢的感覺就回來了 當時打到七月的時候 打機率就有到三成 你去國際賽的時候你會 像比如說日本隊選手 好像都吃自己的食物習慣的 韓國隊選手也是 那台灣選手會這樣嗎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飲食比較 不會有這麼 例如說我們一定要喝珍珠奶茶 像我們去日本 冠魚的道去吃拉麵啊 還有日式料理啊 我們兩個人就吃了五千塊嘛 去國際賽的時候 跟其他隊會有交流嗎 深享受有小交流到 我們住的地方都在同一個地方 在大廳啊 或者是走去東京巨大的時候 就會在通道遇到 小聊天了一下 然後說因為旁邊有冠魚啊 冠魚他跟他們講日文 他跟 中年學號 他就說這個是我的同學 然後我就跟他說 現在 他很熱情 他的表情就是很熱情 但是本人就很熱情這樣 其實上半季還有一陣子嘛 上半季先拿下上半季的冠軍 再拿下半季 再拿總冠軍 期待你們 看今天可以拿幾個冠軍 感謝威臣今天來參加 我們的野球乾杯 讓我們知道 最重要的樂趣 就是來自於 持續努力的得到勝利 好 謝謝威臣 屬上半季下半季 冠軍賽都可以拿到冠軍 下次見 下次球場見啦 謝謝 掰掰 好 掰掰 掰掰 美好的宜酒未來 Drinking Cheers